男子1500米决赛是首先介绍的李正秀 这是韩国一名非常年轻18岁的小将 那么韩国现在这样的选手像 身心春像杨夕云 这个李正秀 包括孤任奇 圣西辈 这都是20岁以下的一批非常非常年轻的选手 这也是让我们 应该说中国短道塑滑队能够感觉到一定的威胁性 那么李正秀也是在 今年08至09年度的这个 比赛当中突然冒起来的一名新秀 18岁的一位小将 之前一直在世界短道塑滑的滑坛上 没有太多 应该说为大家所熟悉的这个成绩 但是就在这一战 上一战美国战的时候 拿到了这个项目的 1500米男子的冠军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另一位韩国名将圣西辈 也很年轻 但是在短道塑滑 他场上应该也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战将 现在也是韩国队的主心股 我们除了安仙珠之外呢 李浩石胜西辈 这就是整个团队当中最重要的选手了 非常有个性 拿头巾将脸捂住戴上眼镜的是美国选手 一烟 今天的这个男子1500米的决赛场上一共有八位选手 这样整个场面也是看起来显得有点混乱 西梦杰夫 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位名将 在冬奥会 市井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都经常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当然今天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还是李正秀 能否在这场比赛当中 证实自己的实力 滑在一道位置非常好 起跑之后起得很慢 并不着急 相反是两位意大利的选手现在滑在前面 美国队的两位选手也提升到前面了 中国选手隋宝库和王沪洋在半决赛的时候 都是仅仅获得了小组的第五名 止步于下一轮 没有能够进到今天的决赛 应该说今天这个决赛确实是 我们看了很长时间的短刀速滑 在这种非集体项目 非接力项目当中 出现人数很多的一个状况 通常一般在1500这样的比赛里头 都是 1500都是6名选手 今天有8名选手 2名意大利选手加上美国选手卡尔斯伊安滑在前面 盛西贝华在第四 美国选手逐渐的上来 那么近几年其实在短刀速滑这个项目当中呢 男子项目里头 应该说韩国队基本上是处于一个绝对的垄断态势 而同时呢像意大利美国进步的也很快 除了阿波罗之外 美国其实也有很多非常有势力的选手 像我们跟您说过的斯蒙杰夫 还有这个卡尔斯伊安 这都是在美国整个团队当中 能够形成强有力支撑的选手 那么像意大利的这些选手 就不用说了 卡姆普特罗还有尼古拉 这都是一旦滑接力的时候 就能够感觉到他们这些队伍的整体的男队实力 都要比较均衡一些 而且积淀也更深厚 看一看这时候韩国选手发力了是盛西贝 那么这会儿李正秀很难找到欧瓦看外道的强行超越 在一条直道上已经超越了四名选手 盛西贝在内道而李正秀在外道 继续不停地超越 最后两名韩国选手盛西贝和李正秀之间的内战 看一下 看一看是李正秀还是盛西贝 最后的这一个刀头的距离 似乎是李正秀在外道 完成了对其他这个国家和地区选手超越之后 那么来到终点线之前 一次强有力的强劲的冲击 最后冲击技术完成的非常漂亮 根本防不住啊 拼得非常狠 但是当一会儿镜头转过去看到 这个李正秀和盛西贝两个人进行强行超越的时候 就能够感觉到韩国队选手实力的可怕 完全不需要借助弯道和线路 那么刚才李正秀就是在两个弯道之前直到 这也就是三四十米的这么一段距离上 很轻松地超越了四名选手 可以看到韩国队选手的这种一千五百米 长距离当中的耐力基础 包括他们这个弯道出来之后 在弯道双腿支撑交叉步的这种加速度的技术 包括出来之后取得速度上极大领先之后 瞬间超越的能力 李正秀应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很好地证明了自己 一千五百米连续两战都拿到了冠军 那么证明这名新秀 这名韩国队18岁的年轻少年 并不会在上一战比赛当中是昙花一现 看一下最后这一刹那就是一个刀头 两厘米的距离 战胜了经验丰富的盛西贝 盛西贝对线路一直掌控得很好 那么内侧强行超越完之后 那么整个把对方的线路都封得非常 没关注 是